今天要讲脚虎集 这是一本著作讲的是禅中的大德 修学净土法门的事迹 这个名称来自于有名元寿大师的饲料简 有禅有净土 犹如戴脚虎现世为人师来生做佛祖 有禅内观正如有净土 外顺弥陀自立加他立 那这个人就不得了了 好像一只老虎头上有脚 现世为人师现在就可以做人天示范 来生就很快往生成佛了 所以禅尽双修是可以做到的 今天我们会用脚虎集里头的勇觉 源玄禅禅师的念佛 只要来学习禅禅双修 这里分成了六颗 第一 净土教园 净土的缘起 是法界缘起 讲的是一真法界 是世无碍 以世无碍的境界 所以必须从世跟理去了解净土 在世相上真的有十万亿佛国土外的极乐世界 跟极乐教主 但是在道理上来讲 极乐是唯心净土 而佛是本性弥陀 所以从来都没有离开我们的心 虽约唯心净土 而不妨有极乐世界 以世界 及一心之所现也 极乐世界 就是我们自心 所显现的 称性的世界 虽约本性弥陀 而不妨有极乐教主 以教主 及本性之所成也 外面的阿弥陀佛就是我们自心所成的 虽既然无生 而不妨自然有生 生则决定生 去则拾不去 在世相上 正的灵中 阿弥陀佛会来接我们到他的国土 但是在道理上面是没有生的 因为他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的心性 所以这个是世里圆融的世界 高明知识 多乐于谈礼 而底下事情 很多有学问的人喜欢研究心性的道理 嘲笑那些念佛的老太婆 宗夏之流 多知于事情 而迷媚持礼 很多宗夏根气的人就一直念佛 但是不喜欢了解心性的道理 这两个都是偏废 神不知礼 无事外之礼 我们讲心都没有离开净土的义正庄严 是乃理中之事 所有净土的庄严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的心 如果我们执礼而非是 凡有落空之祸 执着心性 但是不念佛 那你修行就落空了 执事而迷礼 有有往生之意 如果执着念佛不了解心性 但是这种人是可以往生的 所以执事比之利好 但是最好是事理圆融 再来我们看念佛的正性 净土宗讲的是 信愿行 何谓正性 也不离开 是理 要信西方 国有净土 信西方 国有 弥陀真的有十万亿佛国土外的世界 跟阿弥陀佛 但是在道理上 信我心便是净土 信我心便是弥陀 从来都没有离开我们借而一念心性 所以 成理成事如海印 知能线万象 就像一个大海 它澄清的时候 所有万物都引线在里头 那所有极乐世界的庄园 就印在我们的一念心当中 诠释是理 如 万象 知不离 海印 所有的万物 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这一念心 所以我们要明白 有他力跟自力 外面有佛 但是我们自心是不可思议的 心力是不可思议的 要去灵纳我们自心 本具的家导 它本来就是离忘绝尘的 法法销规信信 所谓法法圆容成成究竟 一一理性 具足庄严 一一庄严 全体理性 所以要信事又要信理 不然它就是偏信的 如果偏信 那就必须 博论先知 广考经论 情谊自然宾世 正信自然现前 方能发起大愿 侧起大行 急驱菩提 不在身后也 如果我们能够真的学习教理 明白现前一面 极空极甲 集中的心 就是极乐世界 我们就会有正信 正愿 正行 这样子很快就成就菩提 不是等到临终的时候 深厚的事情了 那这才是正信 所以要深信 信虎能是人 情感轻因 老虎会吃人 你怎么敢去动它 信正能毒人 情感清常 正是毒酒 会把我们毒死 你怎么敢去喝 所以你要相信自己心性的道理 就是这么信 相信老虎会吃人 相信毒酒会毒死人 这么样的信 这才是正信 再来我们看第三正行 念佛的正行 我们有信 那就要老老实实的念佛 将这句佛当个话头 二六十钟直下提斯 禅中他们有话头 就是念佛人是谁 每天就餐 但是我们净土中不餐 我们就是这句 阿弥陀佛当作是我们的话头 这就是我们的法力 不可思议 这里有侍持跟礼持 先讲礼持 不宜有信念 不宜无信念 不宜亦有义无信念 不宜非有非无信念 前后忌断 一念不深 不设阶梯 超灯佛地 礼持的人完全明白 心性的道理 不是有心 也不是无心 不是亦有心 亦无心 也不是非有心 非无心 它是离四句 绝百非 所有的法治 空有二边都放下 这才是念而无念 无念而念 这时候我们的妄念 就会断除 一念不深 就会成就 和无身法忍 是此 专其志 依其律 只将一句 弥陀佛靠着 如一座须弥山相似 摇杆不动 一心一意 念这句 阿弥陀佛 如子异母 无实占妄 一心归命 通身靠岛 像靠岛一座须弥山一样 朝也如是念 目也如是念 情也如是念 做也如是念 应援皆物 也如是念 纵欲 顺利境界 也如是念 敬念相细 自得心开 与前礼持 未尝少益 如果我们是持一心一意的念 从早到晚行住坐卧 应援对境 都是把持住一句阿弥陀佛 当作本命原成 这样的人 是持共同礼持 跟这个礼持的功德 是没有差别的 这是净土中 不可思议的地方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正行 第四 坚修重福 有正行 也要有祝恨 帮助我们成就 那就要修 敬业三福 第一 是仁天的福业 孝顺父母 奉仕师长 慈心不杀 修实善业 一位净土行者 必须要有德恨 敦伦敬奋 祖敬存成 所谓人成及佛成 如果人都做不好 要如何往生成佛 第二 是恶称的福业 受慈三规 俱逐宗戒 不犯 威仪 要持戒 清净 而且要轻重 等持 不以善小而不为 不以恶小而为之 主要是 不自欺 第三 菩萨的福业 发菩提心 深信因果 读圣大圣 劝尽行者 真实的上求下化的菩提心 深信念佛是因 成佛是果 读圣 法华 华言 楞言 了解心性的道理 劝尽所有的众生 一起学佛 往生净土 这就是菩萨的福业 这些虽然是有违法 如果离开了他们 也不能存佛 所谓有违虽违 弃之 则佛道难成 有违法 虽然是虚假的 是因缘所生法 不是第一地 但是 如果你离开了他 也不能够成就 无违虽真 直之 则晦性不朗 无违法 虽然是真实法 但是你执着他 你的智慧 佛性 也不能够开朗 所以 必须要 有违无违 都圆融无碍 第五 念佛的正愿 必须要发真实的 菩提愿 有行 无愿 其行 必孤 有愿 无行 其愿 必须 如果我们 一直念佛 但是不发愿 这个行 是孤儿难成的 如果我们有愿 但是不念佛 那是一个虚愿 必须要 行愿 双姿 方登 宝地 行跟愿 都要具足 才能够往生净土 正愿者 非愿 人天 福报 非愿 全称 小果 非愿 我一人 得生 净土 得正 菩提 正愿的人 不是为了我自己 来生可以做大总统 有福报 也不是为了我可以正阿罗汉果 成为一个治疗汉 也不是为了我一个人 离苦得乐 能够往生成佛 而是愿一切众生 同生净土 同正 菩提 必须要有菩提 大愿 愿一切 看到我们 听到我们的人 都能够学习净土法门 都能够往生净土 包括所有六道的众生 所有的亡灵 山神 树神 植物 矿物 全部都听到佛名 往生净土 此愿 一发 极能 具无量功德 能消无量业构 能破无量魔王 有为成佛 真种 如果我们一面的菩提心 就有不可思议的功德 能够除掉我们所有的业障 能够破掉所有的魔障 能够成为成佛的真种 这个就是我们成佛的真因 所以要发真实的愿 日日如是发 时时如是发 愿力坚固 无有便义 则一切万善 七成净土 真因 菩提 妙行也 如果每天能够真的为菩提道 求生净土 非常的坚固 所有的善业 都是帮助我们 往生成佛的真因 最后 第六 灵中 正念 敬业 志功 虽基于平日 而 灵中 最后一念 最为 紧要 虽然敬业 是在平时成就的 但是 灵中 那一念 是最为重要的 盖 以身敬 身会 入圣 入凡 为此 一念 为之 转移 我们要生净土 还是会土 或者是成圣人 或是凡夫 都在这一念的转移 但是 念佛的人 通常灵中 会失去正念 或 贪生 怕死 戀死 皮囊 身见很重 爱自己的身体放不下 或者是 目固 妻儿 男人 分别 爱自己的妻子孩子 情直深重 或者是 戏罪 家产 放舍 不下 或者是 很爱自己的金银财宝 很难放舍 或者是 因 境界 不顺 暴恨而终 因为 很多恩爱情仇 就这样子 暴恨而死 或者是 病苦 逼迫 迎痛而去 可能是 病魔产生 这样子 痛苦而死的 这些 都已经 失去了正念 都会堕落的 所以 我们必须要 坚寧正念 百般 放下 念佛 殆尽 要保持 临终的正念 正念 真如 有礼池的功夫 这样子 能够百般 放下 万元 放下 所有的 禁元 一切放下 念佛 等待佛 来接我们 如果我们 这一辈子 不把持住 那就不得了了 死门 四大 请客 来生 一念 擦错 累结 受苦 如果 一念的 失念 临终 失念 那真的是 完蛋了 永结 难复的 生死 轮回 所以我们 必须要有 正性 正愿 正行 这样子 临终才会有 正念 我们才能够 往生 净土 好 今天就到这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